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每天一打开手机刷中国的财经新闻 不外乎两个字 哪两个字呢 要钱 不外乎是要钱 没钱呢 这个鲁迅说打开中国历史 一看那就是两个字 车人 车人跟要钱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中国的银行银行都没钱 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 与此同时 特斯拉也是出事了 也出问题了 种种迹象表明了 特斯拉跟中国政府即将闹掰 这个决烈的时刻要到了 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等一下再说 先说银行这方面 全国的两会首先是人事大地震来了 两会一来每次开会 人事就要大地震 胡锦涛都要被震出去了 一震就震出去了 所以这个很多人说这个日本啊 日本处于这个地震带是吧 这个地理上面的概念啊 中国呢处于这个现在是经济政治这个地震带 全球最厉害啊最严重的地震带就在中国啊 三天两头你来一个地震 不得了啊 而且都是九级大地震啊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啊 金融人士来了啊 提前开启这个密集的调整啊 仅2月17号下午啊 就有三家大型的金融机构 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 换人 换人了啊 国家开发银行网站啊 首先的第一个国家开发银行 很大一个政策信息啊 信息显示 2月17号下午啊 召开干部会议啊 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派 中央组织部有干 干部负责同志宣布中央决定啊 这个操税了心啊 啥都要管啊 谭炯同志啊 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免去欧阳卫明同志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嘿嘿 你看换人啊 我这些都 都反正就就人人事有调动就对了啊 中国银行啊 中国银行第二个啊 中国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 网站显示 2月17号下午 中国银行也是啊 中央决定啊 中央决定下面啊 免去榴莲科 同志的中国银行 党委书记啊 你看免去啊 都炒炒了 不行啊 还有中保险公司也不例外 你看中国人保集团网站信息显示 2月17号下午啊 也是召开了扩大会议 哎呦 中国玩这些真的是玩的 天天搞政治搞来搞去就搞这些东西什么扩大会议 你一个金融搞金融的你老老实实做业务行不行 保险从早到黑的从啊 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党委扩大会搞的现在是搞金融吗 你们是在搞金融吗 我都知道这些事好像政治新闻 所以很多这个来抬杠啊 小文童五毛啊 说你要讲讲讲财经的讲财经不要讲政治 现在谁讲政治啊 现在中央你看一决定要什么党委扩大会议 一个保险公司会搞得像像个政府机关似的 哎呦 谁在搞政治啊 谁不搞经济啊 现在就件事啊 哎呀 所以怪我咯 怪我咯 受中央组织部委派啊 这个宣布啊免去哎 这个罗西啊罗西啊最近比较有名啊 有金句是吧 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上面都是这个卵量 都是个卵量的下面就这个卵量了 对不对啊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啊 这个反正呢就不想啊 全国只能有一个偶像 这个偶像只能是习包包啊 你看到了吧 无论是所以习包包一上来啊 比如什么一看到 哎呦 这个一大群小姑娘还挺漂亮啊 那看到了吴亦凡哎呦 反反哎呦 那么干不行了 为什么小鹿乱撞啊 一看到反反 哎呦 你看这不想 习包子一看哎呦 怎么 你们这些小鲜肉啊 竟然是 这些小姑娘为什么不喜欢我 那个 这个习近平就说不能喜欢反反 啊 你们只能喜欢我习近平啊 知道吧啊 所以把这些全打下去 知道吧 其实本质原因就是 啊 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 你不会以为有什么一盘大企业 他就是觉得你的这些小姑娘 为什么不会喜欢我习近平呢 为什么你们去喜欢反反的啊 他就是这样不对劲 不对付你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啊 为什么把为什么把反反打下去啊 怎么关进去啊 做做十八年啊 十八年啊 啊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 几度 哈哈 啊 很可能就这么简单啊 我也不说百分百啊 这个你们下面不要搞啊 啊 这个后续啊 反正一大波人事交动啊 还还在路上啊 都都是官媒说的啊 与此同时这个银行啊缺钱 一看到要钱 你看啊 记者注意到近日多个银行披露了这个补血计划 天天补血啊 是吧 赶紧现血 啊 老百姓啊 这个这个韭菜啊 人矿门 要现血 你们不现血 人家怎么补血呢 啊 这个补血啊 主要是大众型银行啊 大众型银行没没血了啊 啊 资本补充方式也各有不同啊 包括配股啊 订争啊 发行资本债券等等啊 现在的 也是反正老百姓看不懂啊 但是你甭管 你看不懂啊 我们这个通俗易懂的频道告诉大家 这两个字 要钱 哈 这个浙商银行啊 2月17号晚间 啊 该行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啊 关于批准啊批准啊 这个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啊 配股啊 批准啊 然后核准该行向原始股东配售50点 要是一股啊 一股啊 不得了 一股多少钱 一股有好多钱 是吧 所以在这里一拿捏啊 不少钱啊 你比如20块一股 50亿股 那那就1000亿就到手了啊 所以这些都是 大钱啊 那个什么老百姓都是小钱啊 还有2月16号 你看招商银行也不行 哎呦 招商银行啦 以前我这不全夫妻身家都放在他那 啊 以前我还是这个金葵花客户啊 所以要吹牛要吹一下 以前是金葵花客户 哎呀 我想当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 开第一次很腼腆 那个时候开开个开个信用卡 哎呦 开个信用卡 当时我最记得我第一张信用卡的 也招商银行 多少钱 当时最早当时我的大学刚毕业 3000块 3000块 哎呀 所以这就是啊 慢慢成长过来啊 这个招商银行啊 第十二届董事会啊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资本债券的议案 啊 以发行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70亿资本债券啊 又要1,070亿啊 所以一张嘴就1,000个亿 是吧 啊 一张嘴就来啊 招商银行也说的很清楚啊 没钱了啊 明确说没钱了啊 该行存量资本工具余额 现在整个存量的资本工具余额 1,405亿元 而其中人民币1000亿的将于未来两到三年到期 也就是 就是 他也借啊 借来借去啊 那按 哎呀 反正这人类社会也这样嘛 按理来讲 银行已经是吸收存款 啊 但是现在都这样啊 反正银行也上市融资啊 也发行债券 那原来的存款哪里去呢 是吧 反正就就现代社会就各种复杂的工具啊 说搞来搞去就 那原来的存款究竟哪里去呢 啊啊啊啊 对吧 就这么简单啊 那其中约人民币1000亿啊 这个就到期嘛啊 未来会到期 所以他就剩下400个亿了 就可能就不够了啊 不够 所以就现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发新债还旧债嘛 啊啊 你看就这么一个意思 要钱啊 要钱 对吧 啊 上述资本工具体量较大啊 要未雨绸缪啊 朝商银行也这么说了啊 也比较平常啊 不要大惊小怪啊 要钱不是很正常吗 啊啊 没钱也不是很正常吗 还有这个有储啊 有储也不行了啊 有储也是发行股票啊 哇 这个这个也是张嘴就来啊 你看非公开 一下子就要67亿新股啊 都在要钱 都在要钱啊 所以这个为什么中国这么 搞了这么多年 都3000点跑去 我说的新股发现 很多都是往上涨 都把指数拉高了 其实都是虚指 很多股票都哪里有3000点 都都归零了 啊 马上下周啊 不得了了 这注册是全面推开呀 就下一周 马上就来了 十亿之新股啊 下一周要发 就是疯狂要钱来了 哎呦 我不知道这这这这还怎么弄 还怎么弄啊 今天给你发十亿之新股 一周发十只 一年给你发个 还叫做500只的也不多 啊 赶紧拼命发啊 所以就搞搞一大堆 你钱钱的 所以就要钱 你打开都都在要钱啊 这个要钱来了啊 所以这情况不乐观的啊 难以预估后面的情况 究竟怎么样啊 反正就没钱 那再说说特斯拉 特斯拉 这种底层逻辑 先说底层逻辑啊 特斯拉的底层逻辑 这总归有一天跟中国政府要闹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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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说你马斯克受了算 还是怎么老挨习近平受了算 啊 对吧 这个 这个特斯拉你要回馈啊 回馈啊 回馈啊 党啊 他当年带力不薄啊 所以这个 但是特斯拉的这边啊 你看很多迹象表面 特斯拉准备撤退 他感觉到有问题了 你看这个特斯拉 首先上海工厂啊 今天被爆出来消息什么呀 这个摩托三 这生产线还在停产 还在停产啊 他说是为为换款做准备啊 部分产线停产呢 要持续到二月底 哎呀 当时我就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想起来 去年不是十二月底的时候说停产吗 当时我们还做了试骗 停产 然后当时不是说 哎 没事 没事 停个一周 我们检修一下啊 过年了啊 到过年来检修一下 那两个月过去了 从十二月底怎么停到二月底 当时就说哎 不然我们圣诞节休闲啊 西方的这个洋人的企业要休闲啊 休圣诞节 到二月 到二月两个月停产 开玩笑一年才几个月啊 也就是特斯拉工厂上海工厂已经停产了 两个月 他现在又告诉你二月底啊 就停完了 马上就开工了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特斯拉没有回应啊 没有回应啊 分阶段升级生产线啊 中国官媒告诉你 没事啊 特斯拉不要走 但是最近啊 也是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特斯拉你看 一方面这边已经停产了 另外一方面啊 他在几个地方啊 落子 这个你看一个是墨西哥啊 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啊 被视为这个潜在的选址对象 根据墨西哥高官披露 最新消息啊 特斯拉CEO Elon Musk 似乎已经决定在这个墨西哥建立新的整车工厂 所以市场全在外面 中国本来就在市场在外面 原材料在外面 两头在外嘛 一直都这么讲 啊 生产的特斯拉 对不对 很多是出口的 我说了 要是特斯拉上海工厂不在上海 你出口也会带走 因为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绝大部分是出口的 所以你中国要是没市场了 人家不在你中国了 包括苹果 包括特斯拉 一个套路啊 那人家一走 那就必然是 必然是 把工厂拿掉 你反正你这里也没有 你都饱和了 卖不卖不掉了 你这里也穷逼一个个 那么苹果也不买了 特斯拉也不买了 人家就撤了 那就没有这种条件交换 人家之所以在你中国设厂 是因为你这里有市场 所以那现在人家要撤到别的地方去了 市场在美国比较多了 就撤到墨西哥去了 所以这个墨西哥外交部长 这个马赛洛艾布拉德 也是这个活动中 很乖就确认了 可能在该国东北部 在新莱昂州 中南部的伊达尔哥州 那这个可能 然后柏林工厂 美国奥斯丁工厂 弗里蒙特 还有印尼 也有可能 因为印尼本来这个捏 有制造电池的原材料 也被猜测 为了特斯拉下一个工厂 不断在外面拓展 所以我说没理由 因为他现在竞争对手很多 特斯拉没必要大量的 扩充这个产能 扩充到这种地步 我说了 比如丰田 改造一下生产 那么移下来 做很多本田 那供应就上来了 那上来 应该来讲 特斯拉不现在 你说大面积 扩充生产线的 产能的必要性不是很强 那只有一个就是替代上海 或者说减少上海 出问题 这个风险 毕竟疫情三年风控 他也怕了 一个禁在外面设厂 马斯克是准备溜人的 他准备降低风险 也不过他一个做了组 估计是整个 那什么特斯拉 在董事会 整个董事会 他就做出 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我说了 现在什么赖克也好 苹果也好 都在做这种产业链多元化 所以上海工厂 风光不在 风光不在 这个印尼跟特斯拉 达成50亿美元的捏供应协议 都要飞了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 其实背后的底层逻辑 那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差不多玩犊子了 最近看到几个新闻 我们顺带一提 就是说一个招车新势力 威马汽车 威马汽车 那么彻底倒闭了 就倒闭了 竟然是实施全员停薪留职 整个公司停薪留职 把这个确认 那就是变相关门 为什么说停薪留职 不是炒人 很简单 没钱赔 全员停薪留职 意思就是也没钱赔的 赔钱的钱都没有 但是你们该走走 停薪留职 就这么简单 所以威马汽车相关负责人 没 就是出来现在讨论两个方案 讨论两个方案 一个是部分员工停薪留职 部分99% 留一个两个 就部分 现在都很艺术 说话都非常艺术 我们没有全员 我们只是做了99% 还有一个员工 还有留了一个财务 在收尾 还有几个人 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全部部分 当时我们没有做全员核酸检测 我们都是部分 我们精准 所有部门预算缩减25% 哎呀切算了 都是这样 因为再缩减 就等于不用发工资了 都不知道会不会低约最低工资了 这个违法违反劳动法 因为去年年底已经是什么 威马汽车高管 什么省辉带头降薪一半 还有降70%的 都降过了 今年再降的 你就不用发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都都退了 那威马汽车好歹是已经做成的 在中国现在几个车嫌 很多车主已经维权了 就说你什么配件 你所以哎呀 买了什么小鹏 什么蔚来 甭想了 全要倒闭 我说的能活下来一个特斯拉就不错了 能活下来一个特斯拉就不错了 比亚迪都要倒闭 搞不好 你信不信不信不 比亚迪都要倒闭 比亚迪 比亚迪最近也是跟人吵起来了 这个互怼 其实就竞争白热化 为什么会互怼 什么什么启亚 启亚的怼 怼了个比亚迪 说你比亚迪不就骂人的话吗 你比亚迪品牌很好听吗 你这个哪天你产品能不在大街上自燃吗 你的这个里程数的还是真实的吗 你不弄虚作假吗 海关承用和出口数据第一名是你吗 就怼他 其实就是对 比亚迪水军为什么这么low 就怼他 怼的也对 你比亚迪就是low逼 比亚迪就是现在 所以是巴菲特也全撤了 比亚迪 哪里 怎么中国有点钱的中产阶级 这瞧不上 这不是网上那么水军 那么水的买特比亚迪有点钱 最起码开个丰田凯美瑞 这开比亚迪丢不丢脸 哪都不是说什么歧视 也不是说什么什么贤贫 是吧 真的是 在只要你 这是很实际 这不是开个比亚迪 人家牛也不跟你 开玩笑 所以买个卡罗拉不行吗 又耐用 真的是就这么简单 这个设计 所以这些都是虚活 全撤 所以两个地方都是出问题 中国哪里行 都暴露出来 一暴露问题就不行了 都完蛋了 什么什么2万个亿 哪里却没做过 就这么简单 那就不用说了 从来就没有 什么顺差 顺差2万一来 也就说没有 那么压根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简单这个方向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